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老庄漫谈 上次从这个跳岛 跳了一个岛两个岛 但这次我们要回到本土了 不过科罗埃西亚有一个麻烦的地方 各位在图片上有看到一个字叫做Nim Nim不是科罗埃西亚的 那如果你是大车的话 那你就要从陆地要过关 过关经过一个国家叫波斯尼亚跟赫赫克比亚 我们一般把它简称叫波赫 所以科罗埃西亚它的麻烦点是在 它的有一段的这个边界大概是20公里 是被怎么样 被波赫把它切开 那切开以后当然各位可以从这个图里面去看一下 在西北边就有一个白色的地方 跟东南边有一段两个白色的地方 圈着一个圈圈叫HR HR是他们当地称呼科罗埃西亚的名字 那HR就是科罗埃西亚 中间有一个黄的部分叫做波斯尼亚 叫做波赫 BH 它有一个简称的叫BH 所以这一段在Nim的这一段表示它的国土被瓜分 所以在我们政治上的一个地理上的名字叫做飞地 所以有一块飞地在南边是属于科罗埃西亚的 所以问题就出来了 你每次就要从这个地方怎么样 要过关要过边界 真的是要过边界 因为这个地方是在1699就在17世纪的末期 在18世纪的时候被瓜分了 因为那时候从早期的奥图曼 然后到后来的所谓的南斯拉夫的联邦也好 欧盟也好 有一段非常错综复杂的政治的因素 所以你从科罗埃西亚 从北边 我们刚刚就是从这个所谓的 我们讲马可波罗的故乡上岸以后 要经过一个半岛 但是如果你本身是从北边进来的话 那问题就出来 因为你要过边界 那这个边界会造成第一个 它的过关的事件 虽然现在都不用签 因为他们有一个协定 在欧盟有一个协定 因为科罗埃西亚已经进入到欧盟 所以在深耕的这种所谓的条件之下 那你要过边界的话 跟波赫来讲没有问题 直接尤其这个游览车到了边界 而且你跟他讲台湾 OK 马上就过了 虽然是不用检查 但是还是造成了一个困扰 所以 科罗埃西亚他们就有一个idea出来 各位就可以从这个图里边看一下 这个稍微浏览一下 因为这个地方有边界的问题 那怎么办 所以 科罗埃西亚他本身就想说 是不是我们盖一座桥 跨到对岸是我们的领土 那个半岛 然后这个桥 经过我们的国家以后 又回到我们的外飞地的话 那就不用经过这个所谓的波赫的领地 所以从2007年的时候 他们经过欧盟的所谓的援助 要盖一座协商桥 要到对面的半岛 但是有个政党的轮替 所以政党的轮替以后 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桥就怎么样 稍微慢了一点点 那在这个图片上 各位如果没有经过这座桥的话 那一定要过边界 但是记得过边界不要照相 因为照起来朦朦乌乌 因为边界在过关的时候 建议各位还是不要照相 所以你过了边界以后 你变成要出科罗埃西亚进到波赫 然后又出波赫进克罗埃西亚 那现在各位从这个角度里边 就可以看得到 在整个所谓的海岸线里边 有20公里是属于波赫的 那这张图在远远的地方 是不是有一个空档 那个空档的地方 就是以后在2007 现在已经在盖了 但是可能要到2020以后 这座桥才会完成到对面 所以这个叫做协商桥 所以各位就从波赫要离开以后 就会又回到克罗埃西亚 那回到克罗埃西亚以后 会有一个半岛 那这个半岛就沿着所谓的东南向 然后就进入又重新进入到 所谓的克罗埃西亚 那这个半岛长大概65公里 不过如果你搭车的话 可能就大概要80公里的这个长度了 不过我们一般来讲很少 因为大部分搭转就从Kotra 我们有提到马可波罗的那个小岛 上岸以后就回到本土 不过再回到本土之中间 你会听到在这个半岛 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小镇 不能讲城市了 它叫做Stone 那翻译上有时候会有麻烦 因为这个城市的名字不是那个石头 但是真的它有一个石头城 那在基督里边这个石头城 大概是在Rakusa 因为从14世纪到19世纪的时候 在东南边有一个国 一个共和国 那这个共和国为了要防御 所谓的奥图曼的这个所谓的供给的话 他们就盖了所谓的石头的城 那我们一般称呼叫做石头的长城 那这个长城在以往的话 原来大概有接近七公里多的这个长度 后来就因为战争 还有所谓经过的地震的这个破坏 现在你能看得到大概五点五 大概还不到六公里 那有的资料里边写 说大概只有四点五 不管如何他们经过重修以后 那各位可以看到 比较完整的所谓的这个石头的这个城墙 我们一般的称呼叫长城 但是它没有长城 那么的雄伟 那么的长 但是在记录里边 它是属于欧洲第二场 因为第一场的这个石头城 是在所谓的英国 英格兰跟苏格兰一个交界 叫做Hudrin这个长城 那这个长城虽然叫长城 但是不很长 不很长 所以如果你有时间 也可以到这个stone 或是它隔壁有一个小镇 叫做Moneystone Moneystone就是小stone 但它不是那个石头那个stone 因为少一个一样 那你到这个小镇的话 那你就可以利用时间 做什么 第一个爬石头城 这个爬城 要一点点时间 一点点体力 因为它不高 它不高 而且如果是在stone这边的长城 大概是860公尺 我们讲叫内长城 内长城比较短 但如果你要利用时间 要爬这个比较长 从这个stone 到Moneystone的话 那大概要 可能要一两个钟头 一个钟头到两个钟头 因为各位可以从图片上来看得到 如果你要爬城的话 可以往左边的话 那是内长城 大概860公尺 但是如果你要爬到4公里以上的 要翻越到所谓的对岸 我们讲这个山坨的对岸的话 那可能就要一个多钟坨了 那这个是内长城的所谓的堡垒 因为它有所谓的大概五个堡垒 所谓的城堡 那要上城当然要买一些票 当地的钱叫库拉 但这个是以前的这个数字 现在已经更贵了 可能要到六十七十库拉 所以上了产城以后 你就会看到了一个很漂亮的 非常漂亮的一块所谓的盐田 那这个盐田在资料里边提到 说不定这个盐田 是当时候从罗马帝国就有了 那所以如果从罗马帝国的话 那大概要有所谓的两千年 或是超过了 超过两千年了 因为这个地方是饮用着海水 然后赛岩 所以我们讲 这个岩在这个地方 也是非常出名的一项特产 所以来到海边 因为这个stone跟moneystone 最近他们常常 就是有所谓的养殖的渔业 所以有起鹅啊 那个所谓的鹅啊 这个应该叫做鹅啊 真的是叫鹅啊 那也有海鲜 加上他当地有所罗马帝国 用人工海盐 晒出来的这个海盐 所以各位到了这个stone的话 可以利用时间爬爬城 这个所谓的石头墙 然后吃吃海鲜 然后买一包盐回家 这个也是来到这个地方 非常重要的一个纪念 谢谢 谢谢 basketball 大家可以来到这个地方 吃海鲜 这么多这些地方 呢 应该 Chang'an 谢谢 感谢观看